你有没有想过 闭着眼睛在台北街头跑步 会是什么情况呢 今天上午台北就有这么一场路跑活动 参赛者两人一组 其中一个人要把眼睛蒙起来 靠着彼此的默契和牵引一块跑步 3 2 1 加油 长生一响大伙奋力向前跑 让清晨的台北街头充满活力 由台湾阿甘精神协会举办的慈善路跑活动 号召民众一起来体验 芒包路跑 了解视障者如何克服障碍 一开始的时候会怕 出不去 然后比较习惯以后 就会比较能够放开去跑 然后同时就虽然是看不到 可是你会听到很多平常听不到的声音 有的人害怕的慢慢走 有的却很享受 芒包体验两人一组 将其中一人蒙上眼睛 再由另一位看得到的队员 以牵引神连接两人指引对方方向 用实际行动来感受视障者的世界 一开始觉得很恐怖 对 然后又觉得旁边 带领的人更在我旁边 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 好不好 就是身体要碰到对方 这样子 这样安全感 在看不见的世界里 安全感显得格外重要 不少大小朋友 情侣兄弟姐妹都一起来挑战 不只增加了对视障者的同理心 更意外让感情更融洽 UDN TV黄英金月嘉宁台北报道